在读书的时候谁都幻想过甜甜的爱情 找个美女找个帅哥 岂不是羞死人呢 日后啊 我是少年 今天带你们看一部 成年女孩瞧不起 乡下少年的爱情故事 跑步一直都是无一浪最擅长的项目 但是在一次比赛中 一浪被超越了 有些不想输掉比赛的一浪假装摔倒 此后无论体育老师怎么劝说 一浪都放弃了长跑 后来一浪搬急转来了个 从时候过来的新生海秀敏 班主任让他坐在一浪的旁边 韩秀敏很漂亮 很受男生和老师的喜欢 但是不受女生的欢迎 于是一浪回家就跟妈妈抱怨 自己的校服没有像韩秀敏的那样合身 有一天 一浪在看一部真丽的爱情剧 她被里面的情节感动得流泪 而这些都被坐在她身后的韩秀敏看见了 接着两人又在唱片店响语 一浪尴尬地和她打了招呼后 便一起去了甜品店吃东西 经过交流 一浪知道韩秀敏也喜欢看电影 虽然两人喜欢的原因不同 但是就遇到两人之间的关系 稍微拉近了几分 而因为这次相遇 后来一浪和韩秀敏便开始频繁交流 两人也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天班上的同学在互相招脚纸条 商量各自要订了社团课 韩秀敏看不下去了 她觉得很幼稚 所以直接走到一浪旁边 问她社团课订了没有 没订就跟她走 如指霸气的举动 让一浪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等到了韩秀敏的鞋柜后 里面已经被塞满了情书 但是她从没有看过 在过道上 一群男生故意跑过韩秀敏身边 外号查哈斯的男生 还特意撞到了韩秀敏 但是这些把戏 完全没有办法掉拨韩秀敏的内心 两人最后抱了师党送了社团 在社团课上 一浪看着操党跑步的人 不由想起自己失败的那次比赛 她始终 还是没有办法走出那次失败 社团结束后 一浪带秀敏走小路出校园 想比开操场 但还是碰见了在藏宝训练的以前组员 一浪的死当命 正从队伍里跑过来劝了一浪回来 但是一浪还是拒绝了 后来一浪在体育课跳马之前 幻想着自己和真理电影的一担主 一起玩的场景 于是 在跳马的时候 她摔倒了 聚起一脸的时候 看镜头上的查尔斯 正在进行飞行实验 但是此时的她并没有太过在意 直到之后 一浪的收音机坏了 她找到了一家修理店 恰好 是查尔斯叔叔的店 因为叔叔出门 所以里面就有查尔斯在 对方笨手笨脚地和一浪说话 还主动要帮她修理收音机 当时修理店里摆放的监控 这让一浪觉得很新奇 仔细观察下 一浪还发现查尔斯很喜欢修理 发明这类 收音机很快也就被她给修理好了 在交流下 一浪才照查尔斯的梦想 是宇航员 这让一浪不留想到 当初干到查尔斯的飞行实验 不过两人聊着聊着 天就下雨了 于是 查尔斯给一浪找到一把破伞 一浪尴尬地成了伞离开时 却忘记拿收音机了 这时查尔斯拿了新伞最来要给一浪 也正式介绍自己的姓名 我叫金哲秀 一浪也说出了自己的外号 叫黄瓜 咸菜 这句话顿时让哲秀高兴地跑起来 连伞都给弄翻了 之后一浪在去还伞时 恰好修明也在 在那一起吃东西的时候 哲秀结结巴巴 但是和自己单独相处时 却不会 一浪以为是因为修明也是美女的原因 就生气哲秀 没把她当女的看待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她内心的深处 已经悄悄种下了 名为爱的种子 所以在后来被哲秀 邀请去她叔叔的基地观看时 一浪简直快高兴坏了 但是在去的路上 因为是骑自行车 并且几乎都是上坡 一浪觉得这哪是约会 明明是体能训练 没经验的哲秀 还是给一浪买了瓶汽水 但是到了基地后 基地里都是关于航天的东西 都是叔叔去美军那 捡来东西做的 哲秀还示范了小乐气球 一浪看得完全露迷 之后一浪还发现 原来哲秀叔叔从小 是个笼子 但是他并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明天上了科研方面 搞笑的是 叔叔竟以为他俩 已经是电人关系 一讲到关于航空的事情 哲秀显然变得有些兴奋 还带着一浪看到 他叔叔捡回来的早期 航天飞机 在一浪坐上飞机的时候 哲秀打开开关 天王板上的星球灯 就亮起来 号双置身 太阳系一般 在回去路上 哲秀说 搞那些实验都是一个人 但还是希望看搏击赛的时候 有人陪 这时 一浪才知道 哲秀喜欢的搏击手 和自己一样 都是静一 缘分伺候在推动 这两人的心 悄悄地靠近 两个青少年 在月光下 羞涩地聊着天 关系也在一步又一步地拉近 最后秀明给一浪看他写的诗 还告诉一浪 他有喜欢的人呢 是一个三四多岁的艺术家 画家 其实秀明很嫌弃哲秀 他认为 对于自己看上的艺术家来说 哲秀实在太幼稚了 听到这些的一浪 很生气地为哲秀说话 脑海里梦里也都是哲秀的影子 后来 体育老师又来找一浪谈话 让他正确 看待输赢 海浪一浪一定要参加这次的初赛 一浪因此变得沉默起来 他觉得自己没有擅长的 也没有拿得出手的 也不知道以后要感谢什么 而且大家都觉得 只有第一 才是最重要的吧 一浪正苦恼 哲秀就来送收音机的 本来不想出去的一浪 还是走了出去 他鼓起勇气 把自己的心里话 都告诉了哲秀 他说出了自己 讨厌自己 希望自己是别人的想法 然后就跑了 在路边 大哭了起来 一天早晨 一浪在电视里 看见哲秀叔叔的基地 要被拆迁的行文 哲秀他们在奋力反抗 一浪连忙跑到基地里 去安慰哲秀叔叔 哲秀叔叔和一浪 谈起了他的跑步 一浪说 自己很羡慕秀明 有永不忽结的灵感 也不需要别人的称赞 他也很想这样 那时候 他比赛故意摔倒 是因为他觉得丢人 又害怕 叔叔告诉一浪 你现在的足迹 才能慢慢变成长大的你 里面有值得珍惜的东西 也有应该舍弃的存在 之后秀明在一浪怀里 哭得很惨很惨 因为他喜欢的艺术家 说他的诗很糟糕 甚至记不住他的名字 后来一浪和哲秀一起出发 要去找叔叔说过的恐龙脚印 在去的途中 哲秀感谢一浪 自己跟他第一次说话的时候 一浪对自己的梦想的肯定 才让他现在有了自信 让他全身有充满的力量 两人翻山越岭 终于找到了脚印 他们感慨神奇的时候 下起了大雨 于是躲在了山洞里 在梦里 一浪来到了恐龙的世界 他看到了一只笨拙 孤单的恐龙 慢慢地长大 最后追逐大家时 留下了那个特别的脚印 这似乎 也对照着一浪自己 最后 一浪和秀明都参加了这次 球技马拉松比赛 一浪想通了 他虽然会跑 但不是世界一流 他所会的没有特别优秀 但是 这不意味着 他不会成为优秀的成年人 他和哲秀都有梦想 所以并不渺小 最梦的过程并不是在乎结果 更多的是享受过程 而一浪在享受跑步的时候 哲秀也挤动那架飞机 在空中 跑响着 加油 一浪和哲秀都会好好努力的 片名 青葱岁月 谁都有青春年少 谁都有过 懵懂无知 也许在你眼里 对方十分优秀 但并不代表这个人 就是绝对适合你的存在 早恋固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确实 会影响血液 但新种从学习时代 不如婚姻的爱情 真的是让人十分的羡慕 为什么开头我会强调 跟影片不是太大关系的 成里少女 恰不及乡下少年 就是因为谈恋爱 无非 就是分成两种 金钱和爱情 一个人的外表 可以包装 但是 两个人相处的时光 以及内心伟大的梦想 都是无法包装 虽然现在社会 确实也很现实 没钱的话 谁跟你谈恋爱 不过也有很多选择爱情 以及努力未来的年轻人 加油 青春年少 谁都有过疯狂 天年的爱情 也能在未来拥有面包 我是少年 一位带你看 面临生百态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的允许下 尽可能地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